微解封已经两天 那因为台中市呢 又比其他县市 县市稍微再多一点点 那我们做的是微微解封 譬如说以夜市来讲的话 那我们就是没有全部夜市开安 因为你要申请 我们才会准 然后看过以后才OK 那同时呢 我们把一些防疫的工作 也希望这个夜市的自治会负责人 他要负起责任 所以包括全国首创的 这个社交距离的宣导员 社交距离的管理员 通通已经上线 那也因此呢 要做生意 也要顾好防疫 那所以这两天你可以看到 那在各大的夜市呢 他就有这个社交距离的 这个管理员或宣导员呢 不断的在场域里面 做劝导规劝 那以及保持社交距离 以及人流的管控 所以也因为我们采取比较严格 然后也制定了办法 那也设了这个专责的人力 所以呢 这两天下来 那也感谢市民全力的配合 摊商也都全力的配合 大家都守法 店就可以开 生意就可以做 那市民朋友也可以来 进行这个饮食的采买 那所以呢 这两天下来 那并没有人因此受罚 譬如说不戴口罩 又保持社交距离 或违反人流 他这个场域应该有人流的规定 不过这才是只是开始 我们希望一直持续下去 如果成效好的话 经过滚动式的检讨 或排除进一步的开放 如果我们没有把握的话 那就只能维持现状 甚至更紧缩 第二个呢 我们要特别强调 防疫工作 每个县市不应该单打独斗 我们要非常感谢 这长时间以来 那台中市是中部七县市的重心 最大的城市 有很多消费的行动 经济观光的行动 也都会到台中市来 那我们周遭的兄弟姐妹县市 大家合作无间 互相通报 互相合作 请不吝点赞订阅